大家好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 今日在官方微博证实 官部指挥部署下江苏省警方大力配合下 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侵犯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查扣存储侵权芯片技术服器器台 知识人士透露 该侵权公司为尊派通讯 而案件中提到张某是尊派的通讯创始人兼CEO张坤 另外其身边人士指出张坤已经失联数个月 而受害方是华为 华为已经起诉申请冻结尊派9500万 现在经过鉴定证明了尊派的芯片有40个技术点 与华为芯片90%以上同一性 根据警方的报告 尊派通讯创始人兼CEO张坤之前是华为的员工 尊派通讯盗取华为技术 第一是续谋已久 张某把他们前部门团队基本挖走 第二点张某大概率是得到投资人的投资投入市场份额等承诺 另外他还有能力去挖前同事 许诺各种高薪股票 第三实际上是一个内外勾结 张某和同事可能离职前就和投资人有默契 连根拔起毁掉华为技术墙角 这个案件是公安部直接领导办理的案件 第四是一些人喜欢落井下石 华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配合美国 在中国国内对华为背后捅刀 我看了一下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公安部指挥下在江苏省警方大力配合下 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侵犯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中国媒体的报道 芯片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基础 企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成本 进行科技创新研发 然而却有不法分子 企图通过盗取芯片技术的方式 非法谋利严重侵害权力企业合法权益 破坏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经查2021年2月 权力公司原高管张某刘某等人 为谋取非法利益 在离职后设立某科技公司 以支付高薪、股权利诱等方式 诱导多名原权力公司 研发人员跳槽式公司 并指使这些人员在离职前 通过摘抄、截屏等方式 非法获取权力公司芯片技术信息 抄袭并运用于张某公司设计的 同类型芯片厂 企图以此非法谋利 经鉴定侵权芯片技术有40个技术点 与权力公司商业秘密的 秘点有90%以上同一性 构成实质性相同 张某的窃密行为 导致权力公司商业秘密 蔑视 应根据该商业秘密的研究 开发成本 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等商业价值 来认定造成权力公司的损失 今年4月19日 上海警方在江苏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互苏两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成功抓获了包括张某刘某等人在内的 14名事案公司核心成员 在侵权芯片投入量产前及时预查处 目前张某刘某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已经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7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 尊派通讯成立于2021年3月 主营业务是WiFi 6 Wifi 7 AP SOC 芯片研发与销售 并为客户提供软硬件整体解决方案 目标客户是国内外的主流WiFi路由器模组厂商 2021年5月尊派通讯宣布完成由高融资本领头 江北家康科技跟头的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融资 2022年5月宣布超募完成数亿人民币A轮融资 本轮由小米、湖山资本、天际资本、家喻资本 上海科创旗下的海望资本、平野兮兮等投资机构 及产业投资方组成 当时融资新闻披露已有上百名员工 研发占比90%以上 总部位于南京 全球研发中心位于上海、张江、深圳和北京 均有办公室 根据现在最新的鉴定书 2023年7月14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非速保全审查裁定书 申请人的上海海思技术有限公司 于2023年7月12日向本院申请速前财产保全 请求冻结被申请人 尊派通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上海尊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还有南京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以及深圳分公司存款9500万元 或查封冻结扣押价值相应其他财产 今天的南华早报也报道 今年10月份美国从荷兰进口的关键芯片 制造光刻系统的价值激增1050% 这表明了美国收紧出口规定之后 中国国内半导体公司没有切断 接收某些先进设备订单的渠道 10月份中国从荷兰进口的关键芯片 光刻系统的价值增加了1050% 上个月中国进口了16台荷兰的投影系统 价值是7.627亿美元 同比增长10倍 相比之下 10月份中国进口了21台光刻系统 价值是6.725亿美元 平均单价相差了46% 这表明中国企业正在继续获得更先进的系统 尽管华盛顿一直在试图阻挠这种趋势 荷兰是光刻机的最大错误国 光刻机用于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 几乎所有光刻机都来自一家公司 阿斯麦 这个实际上就符合我之前的预判 也就是中国有稀土 没有人能制裁中国 你敢真的断了中国从荷兰采购 阿斯麦的机器 中国就敢断你的稀土 所以你看美国对中国说一套 他是做一套 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 反而中国可以更加大规模的采购 而且可以把中国的市场 把中国的芯片整个产业链补齐 这我一直在讲 就美国这个国家明明是资本的国家 他玩那一套 市场干预市场限制 这个是很难理解 这美国人这帮人怎么想的 这美国人我觉得挺聪明一帮人 就干一些蠢事 而且你中国有稀土 你又不能限制 你怎么限制中国 你限制中国 那中国不限制你吗 你说你对中国这个制裁 你有用吗 你是上帝吗 你对中国制裁 中国就得听你的吗 都笑话一样的吗 所以你看中国有稀土 美国不敢把中国怎么样 中国到现在 还是能够获得高技术的 这种先进的芯片制造机器 那也说中国未来 离自己自主生产又进了一步 而且荷兰也没有傻到那个份上 为了你美国 我不向中国出口 这现代媒体 很多都忽悠老百姓 忽悠美国人 忽悠咱们中国有一些 就看不懂里面道理的一些傻逼 就是傻叉 忽悠那帮人傻叉 总觉得美国一禁止 中国什么都没有了 这不是笑话呢 这地球是什么 那10月份 中国共进口了42台光刻系统 总价值达到8.168亿美元 其中15台来自日本 日本也没有少向中国出口 你看日本 实际上它和美国 包括和荷兰是一样的 它也不敢得罪中国 其中15台来自于日本 日本是业界重量级企业 佳能尼康总部所在地 荷兰和日本加在一起 几乎占据了中国上个月进口光刻机的 全部金额 你看这两国家都不傻 其实背后是美国默许的 大家知道习近平和拜登那一个握手 在旧金山那一个握手 大家一定要懂里边的含义 就是美国要做一套给老百姓看 表面上对中国强硬 但是美国商务部长自己也想了 不能损害美国利益 你不能把中国完全禁止 结果中国 稀图也不像美国出口 那它最后导致整个美国的产业链 供应链完全中断 日本 韩国 包括荷兰 那整个的生意也没法做 也是不行的 想要禁止中国 没10年以上根本不可能的 但10年以后 那中国的光刻机技术也出来了 所以我说最后是像什么韩国 像台积电的game world 那就game world 傻逼现在还买台积电股票呢 那企业没希望了 game world 韩国那什么三星也是 那中国和美国未来 自己都有自己的芯片产业 谁还买你们的 你们的准入 我能让你进来吗 除非你跟美国翻脸 你看它市场会越来越小 这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台湾人 包括韩国人 总幻想自己 能够两边挣钱 但未来的世界是中国和美国都不允许的 中国和美国是不是 人家都有实力 人家是大国 你没有实力 你只能跳来跳去 最后人中国还有稀土 你说你怎么玩 台湾总觉得什么都比中国强 到哪 高中国一投 结果 game over了 game over了 我告诉大家 才一天game over了 根据该报道 光刻工具是一种复杂的投影系统 是集成电路制造工程中 所需的十类设备中最重要的 中国在这项技术上被认为落后多年 虽然政府投了大量资金 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未曾缩小 以领先企业的差距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技术自力更生的机程 根据中国8月份的一次行业论坛上的数据 截至21年 中国晶片厂家使用的光刻系统中 有不到50%中国制造 美国商务部是10月份扩大了 针对中国出口的管制规则 中国的进口量连续两个月飙升 在有关光刻系统的部分 美国废除了适用于某些深紫外线 DUV工具的微量规则 该规则比荷兰政府9月份生效的出口规则设定更高标准 如果非美国公司的任何产品含有至少25%的美国原产技术 则微量的规则赋予华盛顿对该产品长臂关键权 然而该规则的最新调整 实际上使此类的技术比例变得无关紧要了 新规定从上个月起生效 限制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向中国 少数从事先进半导体制造工厂 出售某些沁末式的DUV光刻系统 阿斯麦首席贞官表示 最新的制裁措施将绝大多数中国客户排除在外 因为客户涉足的是成熟或传统半导体制造 即28奈米以上的半导体制造 不会影响中国和荷兰的芯片光刻机的 那回过头来再看华为这件事 像我说过技术这种东西是没有任何一个文明 任何一个帝国能够禁止住技术的流转 技术的流通 技术这个东西是无国界的 而且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有时效性的 技术这个东西本身它就需要立刻进入市场 立刻变现才对资本有限力 如果美国这样限制中国 包括光刻机的技术 最后资本会失去兴趣 你越限制东西资本会对你失去兴趣 对你失去兴趣 对你自己的整个产业也不利 就没有了资本 大家实际上希望它变现 你看上海为什么投资一个亿 因为它有技术 而且这个技术能变现 你一定要看懂里面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你包括小米也投 知道它是说法的 知道它是拿华为的技术 为什么小米这帮人也投 他知道能变现 这帮资本家可不傻 雷军那帮人也不傻 他知道那东西马上能变出钱来 你在反观现在光刻机技术也是一样 美国觉得能陷入中国 资本人家是要变现的 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几百亿美元这么大一个市场 谁不想挣钱 傻子都知道 把技术搞到了一定能挣了钱 那中国还用筹吗 中国现在只需要时间 只需要时间 技术一旦突破 另外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俄乌问题美国和中国这种关系 一旦发生变化的话 我告诉大家 中国一旦突破这个技术的话 那么整个美国 它对中国的高科技围堵 将完全被突破 非常恐怖的 所以现在是美国硬着头皮跟中国斗 而且要压着美国国内一些资本家 资本家可是没有 对吧 大家想象没有国际 没有那种心理的 资本家想的的是怎么 为股东 为资本服务 所以中国只要有优势 就是中国的市场 中国有需求 一定有什么 一定就有什么 有提供技术的公司来 我一点都不担心 你从上海这事你可以看到 技术这种东西 它是几千年来 人类文明 你从刀根火种 对吧 用火 你看远古 那么远 地理位置那么远 中国 非洲 欧洲 甚至到美洲 用火这个技术 那个时候传播又非常困难 大家都知道怎么用火 技术也能传出去 到后来的一些其他的技术 包括瓷器的技术 纺织的技术 四大发明 你看都也传出去 想用技术封锁一个文明 是不可能的 太幼稚 真正聪明的是放开 放开反而是非常恐怖的 放开以后那种公平的竞争 在整个世界这种竞争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非常难的 想要超越会非常难 你这种越围堵 反而中国越容易超越 所以你造成一种高低差 这种落差会有巨大的什么 巨大的水流 也就巨大的利润 还没听明白吗 就是你造了一个坝 小院高墙 造出一个坝 那个坝会导致水位上升 溢价太多 就像当年禁酒 越禁酒 那利润越高 那很多人就会从事那种东西 懂了吧 饭酒 那酒比饭毒都挣得多 所以那种东西 你就建了一个水坝以后 那个水自然从高处 要向低处流的 所以我一直在说 美国实际上是加速了中国突破 这个芯片技术 拆掉以后 它就没有利差了 没有利差大家追求的什么 追求的是真正的技术 美国在这方面 它是有优势的 反而中国要追赶美国 还有需要时间 就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个美国这帮议员 看动画片看多了 都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 一点不智慧 就美国一帮 一帮聪明的头脑 头脑风暴 在美国国会 那么富丽堂皇的地方想出了一个损招 就把美国自己坑了 你建这个坝水坝建的越高 中国获得技术速度越快 听懂了吧 美国人 美国人一生也不理解这个道理 好好去看看水坝就知道了 小院 高墙 水是要一定要流下来的 真正聪明的是拆掉水坝 打通上下游 我跟你在市场里面竞争 自由的环境里面竞争 那个反而中国想要超越的话 阻力更大 其实他不懂 美国人也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你说这帮美国议员 有些人是真傻 有些人是真坏 为什么 建了高墙以后 很多技术我就能获暴力 获暴力 卖个好价钱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很多这个人 为了资本 为了金钱 他甚至可以出卖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最后一点 技术这东西它有时效性的 时效性也是这个技术 特别是21世纪 很多技术 它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短时间内 它才能产生价值 时间拉长 这个价值就越来越少 所以美国这些企业 美国这些资本 它获得了芯片技术以后 它是要马上变现 而且短时间内变现 它才能获得什么 获得最大利益 这和美国这个小院高墙 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美国总做那些 违背市场规律的事情 最后会是遭到市场惩罚 怎么可能成功呢 我就很难理解 这帮美国人在做什么 这不帮中国的吗 但是肥了资本价 所以你看到美国人 那种贪婪的样子 你以后见到美国人 你就放心了 这个大陆就是美国这帮人 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所以把你美国人看透就行了 那这个时效性的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技术因为是迭代 更新 这种速度太快了 所以有些技术 实际上它想通过一个技术 长时间围堵中国 也不可能 也就是说很多的技术 现在美国对中国设限的很多技术 它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三五年可能这技术过时的 再拿这个技术想围堵中国 想限制中国也不可能了 所以这就是美国非常尴尬的 它不像以前 一个技术我可以一直限制你 但现在来看 包括芯片 光刻机的很多技术 也在进行新的迭代 中国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所以我说中国实际上获得芯片技术 只是实际上低 过去中国没有搞 是因为什么 能很容易的买到 也没有被美国限制 也没有被其他国家针对 所以中国没有研发的动力 但现在中国这帮资本家 一个个都非常爱国 他爱国吗 他是爱钞票吗 国家大力的支持 而且给了那么多票子 资本家 资本家当然有动力了 他就是想买 他也买不到了 反正美国帮了中国国产化了 给了他动力 快马加鞭 批鞭抽上 资本家本来想是把这个钱 养几个小蜜 整几个二奶 买几栋大豪宅在上海 结果发现了 这个钱花不去了 就拿这个钱投入 得该研发芯片了 沿着沿着 自己就变成爱国人士了 民族英雄了 自己可能当了民族英雄 自己也纳闷了 怎么回事呢 对吧 我一下突然我就突破了 突然大家都爱我了 原本我是想从美国买的 从荷兰买的 逼着我说必须投资 必须研发 结果自己成了民族英雄 有时候你看人世间的事很有意思 你把人性 你把资本主义 把那一套 现在中国这帮富豪 有钱玩的那一套东西 你看透以后 你会发现人生 还有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有一帮人是不是 半个美国人了 就被美国人抽打 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